这是一类前列腺肥大导致的尿株瘤 使用导尿管维持排尿 那么要解决这个办法呢 现在有一种新的手术的名称叫做丢极光 挽除这个增大的前列腺 解除对这个尿道的压迫 也就解决了这个尿株瘤的问题 那么但是这是一个理论性的 仅仅是一个理论性的说法 实际还要 关键还是要看实际的疗效 那么这个病人采用了这种方法 丢极光挽除增生前列腺 但是最终没有实现恢复这个通尿 那么这个病人一开始是在广东 那么家属到这个华南地区 比较著名的 比较有名的这方面手术的医院 听一下从医生的说话 从这个手术主到医生的说话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现在就是建议做手术嘛 对 他到那个 多那个丢极光手术 他们那边没这个设备 医院也没有了 设备已经拿走了 所以他就建议到我 到你们这个医院来找医院 问题是那个 我教人家打听吗 他们说你们这个科很火的 没有床位 没有床位 没办法 但现在尿管 现在尿管擦着呢 对 擦着已经就是 7月15号入院嘛 7月22号拔掉过一次 不要拔 老老师是擦的 一直擦的 这种已经时代擦 就是已经到了中末 就是根本没办法 必须要从过手术来解决 家属说了 就是说是 一开始7月15号 擦了倒尿管 然后过了几天 试着把倒尿管拔掉 但是看来不行 还是不能恢复通药 那么医生擦话了 说不要拔 老老师试着这个尿管擦的 因为这是 他用了一个专用名字 叫做射在场 就是中末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病人呢 出于什么状态呢 就是前列腺肥带 不是靠药物 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药物 缩减这个前列腺肥带的体积 也就是说 除了手术 除了手术 就是硬来 把这个前列腺体积给 手术给 体积给减少 否则的话 通过药物 已经没有办法 把前列腺体积再缩小回去 也就是说通过药物 不能解决这个尿道压迫的问题 那么后来呢 由于种种因素呢 他没有 在那边做 就是把病人接回上海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从上海的医生 这个家属说话 那么这个医生呢 不是主导医生 是专门负责 就是同病家沟通的 手术前后沟通的 这样一个医生 技术前어지 第二天 我们要鬼感觉 就可以了解 知道现在我帮我反映了 上海争的讲述记录 enemy me 他研究 脸 脸 所以 今天 多 承担 你 你的 你 SHA 你 你一素 一素 quilt 它有点 那个 青褠绘 不是老庆上的 至少自己 我买了自己做足的时候 加斯甘一 不从脊椎 弄一把吃拍 做个决定 就没办法做 今天已经脊椎绝不做好了 就差在这里 我现在是熊皮上去 先跑 先跑好了 因为上不提 要四五大一吃 一有的毛病 就跟他说 四个人弄了 你没拍了 安一叫一把菜 怎么弄 要二把手的 一把手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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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所以 当人家的医生 就刚 要做手的 那么 就考虑 让他去做手的 然后拿来去做手的 要考虑到分析 做好手的鱼 拿来的 在吃鱼 所以特别是手的鱼 一个是三个鱼 这个鱼吃鱼 特别是你只要抖 从只鱼 鱼到鱼 这个鱼就是 要送 这只鱼会负药到人 要干嘛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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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是帮鱼收到人工 打开吧 我刚才收到脑子 打开一样子 写着那堵脑子 你发现 那只通脑子 打开 打开就打开 打开就一样了 有个人会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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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于 外肌有 一直都要 有吃发性的出血 这种情况 的确实也有了 所以有了 各种 各种 外上手的 谢谢当中 可不得上口的 上口的理想 各种上口也有 一边 外面为啥有了 有了 老子都有过 一个人 学长那么高 还要学 各种 刚才 一个人 背景理智 有个老车学的 有个人 有个人会负药 老车学 只会有个人 那叫 当国家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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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这个 带药预期 少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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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无力无力 我学校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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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校 到学校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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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 学校 这个 技术 trig 你ですね 成功率 你们这个 成功率 摄大 是 Vous 手 ker 科技官的成功力就是指 把那个东西 家属和医生说什么呢 就是说一开始 说医生觉得这个病人 不愿意做手术 那么家属说他会做思想工作 第二呢就是询问 患者的病是有没有高血压 有没有浮游影响 饮血功能的这个药物 最后呢慢慢慢慢的 家属就问起这个疗效 实际的疗效 对吧 一位医生说到了 就是说是 手术之后可能还是要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尿的训练 也就是说手术之后不一定通尿 那么家属就问了 这个排尿训练需要多少时间 对吧 你说你手术之后不能马上通尿 但是经过多少时间的训练呢 才能通尿呢 医生没有给出 回避了这个话风 没回避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很难说 训练时间 也就是手术之后 什么时候通就要不知道 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家属呢 逐渐又更加问直接的 就是说实际成功率多少 那么医生就说 这个手术是比较成熟的 你不要问成功率 成功率的 他又没有回应这个家属的这个说法 实际的成功率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病例资料 男 82岁 2019年10月9号入院 然后是10月18号出院 也就是住院9天了 对吧 然后呢 就是 这一段 就是 这一段 正来要听过 对吧 2019年10月14号 做这个丢机关前连线前出书 对吧 10月14号 然后呢 做完手术之后呢 出院情况 出院情况是这个 但是呢 你如果仔细看 他没有说出院情况 说已经恢复通尿了 或者说没有恢复通尿 他没有说 只不过 在 出院遗嘱 这个下面的第六点 患者目前 旁观功能不佳 出院后 行 加管序列两周后 再观察排尿情况 可以看得出 隐隐约可以看得出 实际上是没有通尿 对吧 对 实际上手术之后 到一直到出院 没有恢复通尿 然后手术之后 一直没有通尿 就是说实际上 就这个手术就白做了 实际上 没有恢复通尿 这个手术就是说 最终的结果是 没有恢复通尿 好吧 那么 这个是 住院费用清单 住院费用清单里面 这一块 二厘米 结光治疗 收费三千六 对吧 实际上这个 丢结光治疗 它的正式名称 叫做 二厘米 激光治疗 对吧 这是住院 然后呢 出院 那么 这个 入院时候的诊断 是前列腺增生 尿助流 加弹尿病 出院时诊断 前列腺增生 尿助流 加弹尿病 对吧 你如果把出院诊断 理解为出院时的状况 的诊断 那么就是 出院时仍然 尿助流 就是入院时尿助流 出院时尿助流 对吧 所以可以看得出 这个 排尿情况并没有改变 尿助流的情况 也就是只能按 就是 通过导尿管来排尿 这个情况 经过手术之后 没有改变 那么如果看待 这样一个情况 医生可能会说 这个 前列腺 这个 挽除之后 增生的前列腺 挽除之后 虽然解除了 压迫 但是解除压迫 并不一定等于 恢复通尿 恢复自主的通尿 因为 这个通尿 还是需要 这个 排尿的一系列的 神经反射 作为前提的 那么由于 导尿管排斥时间过长 放置时间过长 即便是解除了 压迫之后 它由于导尿管 一直依赖于导尿管 所以它自行排尿的功能 神经反射 已经无法再 恢复了 无法再记忆回来 重拾记忆 对吧 这也是一种说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患者 什么时候 放到尿管的呢 这个家属在 录音里前面说的 跟广东的 一直做的 是7月15号 对吧 对 确实是 这是 护理记录单 对吧 这是 有一个隐隐隐约的 7月22号 对吧 然后这里 7月22号 20点40分 晚上20点40分 8点40分了 就是排尿困难 这个对吧 等等 医嘱 予以致尿管 看到吧 也就是说 7月22号 放置了尿管 可能前面是 实际上也放置尿管 后来拔出来不行 然后再放 再放了是7月22号 实际上我们笼统地 就是说 它是7月中旬 开始 放置尿管的 那么 它手术是什么时间呢 刚才我们看了 它手术是 10月14号 对吧 10月14号 也就是 10月中旬 那么7月中旬 到10月中旬 也就是 它导尿管 放了三个月 就是一来导尿管 排尿 放了三个月 如果按照 这个 排尿反射记忆 无法 重新回时 重新恢复 排尿记忆的话 排尿神情反射记忆的话 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呢 这个手术 来解释这个手术失败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讲 放导尿管 翻三个月 就会导致 即便是 解决了尿住 即便解决了 前列生 增生压迫的问题 也有可能 由于排尿反射 无法重拾记忆 那么也就是 无法再建立 这个自主的排尿的功能 这个导尿管 放了三个月 对吧 但是呢 这很可能是 医生会说的一种说法 那么 我们觉得不敬忍 对吧 这是一种说法 就像这个 激光挽除 前列性增生 来解决 这个 尿住流的问题 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 一切还要看 实际的效果 对吧 你现在 你不能说 实际的没有效果 就不检讨医疗方的责任 对吧 但医疗方的责任呢 我们检讨呢 也不是泛泛而谈 不是空话一句的 我们也看到一些具体的情况 比如讲 他是 10月14号 手术 对吧 10月14号 手术 10月18号出院 10月9号入院 对吧 在这段时间 你看 在这段时间的 检查里面 只有 10月10号 做过两项检查 影像学检查 B超 做的是上腹部的 上半身的 肝囊肿 双色 颈动脉 一块 没有了 CT 做的是胸部平扫 对吧 胸部平扫 左肺啊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两个胸膜 下肩肩 对吧 情报 少量级 颈动脉 一块 如果这两项 是手术前后 仅有的 影像学检查的话 那么它 这两项影像学检查 都不涉及到 前列腺 以及闭脚系统 这个部位 没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检验结果 也就是这个 黑体 四个黑体 下面的定容 都是化验的 不涉及影像学检查 你看 这个化验很长 内容很多 对吧 然后 这个化验很长 很多 你看 这个化验很长 很多 一直到特殊检查 X线性电图 内窥镜 同位素 等等 对吧 它写了 这个黑体 字下面是 检查 而不是化验 上面是化验 然后在这个项目下 在这个栏目下 只有 两次 只有10月10号的 一次鼻操 SCT 是影像学检查 但都不涉及到 前列腺 这个部位 或者是 泌尿系统 这个部位 什么意思 就是整个住院事宜解决 前列腺增生 压迫尿道 做这个手术 为核心目的 一切围绕着 整个住院的诊疗情况 诊疗活动 都是围绕着解决 前列腺增生 手术 切除前列腺增生了 切除增生的前列腺 这个缩减前列腺 或者说 解除它的这个压迫 对吧 解除这个肥大的前列腺 增生的前列腺 对尿道的压迫 一切这个整个住院 诊疗活动的核心 识别到这个 而你在手术前 以及手术后 都没有对前列腺 以及病尿系统 进行影像学的检查 对吧 手术前也没有 手术后也没有 对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求我们在检讨 这次手术失败 仅仅是往排尿功能 排尿反射 无法重视记忆 这个角度 我觉得有点过分 就是说 你要两面想想 对吧 你说不定 你这个碗厨 并没有到位呢 或说不定 你这个碗厨 在尿道方面 在尿道的压迫 以及阻止方面 并没有到位 或者是 又产生了什么 新的情况 不知道 因为你 前列腺 以及病尿系统 在手术前后 都没有做影像学检查 所以我们至少要画一个问号 对吧 我刚才讲了 你这个 如果说这是一个缺陷的话 我们要想一想 这个缺陷是 故意性质造成的呢 还是疏忽性质造成的 对吧 做前列腺 切除手术前后 不做前列腺影像学检查 你觉得 是疏忽的性质大呢 还是故意的性质大呢 对吧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